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到强弱我们用音乐的语言说强弱次强弱不仅是四个阶段笔画多的时候每一个笔画都要分清主次与强弱虚实等等关系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主笔是指在一个字当中最强最实最有力的笔画而且是能够支撑全界的这么一种笔画 这类的笔画呢把它叫做主笔 这个清代有一位著名书法家叫冯武 他无论是在这个认书方面还是在各种书法方面都有超人之处 他这样讲过他说一笔是主重笔是臣他说这一个字当中啊总有一个笔画是主 也就是与其他的笔画相比是君臣的关系 那么有足有一个主笔 我们讲的这个主笔呢 如果具体说来 常常是大横大树或者是大扁大纳 还有一些个这个横折啊 树折啊这之类的笔画 比较小的条啊 这个短片啊 类似是着法之类的啊 或者一些个点呢 这个很难做主笔啊 但是有数中笔是他们的 我们讲的这个主笔呢 就是主要是这些大的笔画 大的笔画当中呢 在横与树当中看 树笔作为主笔的是更多一些 在平与那相比之下 以那为主笔是更多一些 还有一些大的转折之类的笔画 我们现在呢 可以向大家边讲边演示一下 这样中树笔必须写成功 如果写不成功的话 这个字就要失败 这属于是中树 我们再写一个重字 就上面写的重要的重字 也是中间这树是主笔 这种字呢 虽然有长横 但是仍然以中树 为主为主 是这样 我们写在横画作为主笔的 看这个叶子 这就是横画作为主笔 需要说明的呢 因为我从笔书当中讲过了 横长撇短 先写撇 这个撇长横短呢 先写横 现在这就看到左右之间的主笔不一样 右字以横为主笔 左字呢 以撇为主笔 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纳笔 纳笔为主的 比如说 我们写个支字 要反复讲这些字的意义呢 就在于呢 把某些字吃透它 这样支字 最后的骂是主笔 我们再写个 比如说 交通的交字 最后的骂是主笔 我们在这个撇纳交叉的时候 经常以纳笔作为主笔 这是常见的 那些人呢 天呢 大呀 这些字 对那是以纳为主笔的 但是不尽然 有数撇纳交叉当中 以撇为主笔 比如说 中音笔 这个中音笔 是指的当中 很长很大的笔 或者有些个笔画 纯属于提纲西领的笔画 也应该以笔为主的 比如说 历史的始字 看着纳也很重 实际上 中笔是更重要的 因为它从上到下 不仅是个笔 它还起了一个中树的作用 所以这个树笔吧 应该是一个主笔 比如说杖子 你应该以这个长篇作为主笔的 还有一些横着 有一些横着 有一些竖着 作为主笔的 这样是有的 比如说 这个 高字 高字 这一笔 在这个位置上调起来的 这个字的主要的力量在横着这一笔上 类似横着这样的笔画 还有一些字 比如这个上字 在树弯钩当中呢 有些个笔画 是主笔的 比如说 我们常写的这个耶字 这一笔肯定是主笔 在树弯钩这方面的 比如说 类似这当中有弦字 弦 弦引古剑的弦字 当然像 带人物字 我说过 这样的一些个结构的字 都是以这一笔 现在看 就这一笔 都以它作为主笔 这是主笔 因此呢 我们想向大家说呢 我们平时说话呀 有逻辑重金 在写字当中呢 也有重点笔画 实际上也是一种逻辑重 比如说 我们平时说话 您吃了吗 吃完了吗 吃这肯定是逻辑重音 因为写字当中也要注意 不要把它平列的摆开 哪个笔画正哪相当 这就不行 不要从速度上 虚实上 强弱上 和它的位置上 就从心里 要给它一个位置 这个字的位置 关键在这方面 就这种情况 所以呢 在写字时候呢 心里边有一个 成字在心 都是画画 所以成竹在心嘛 我们应该说写字当中 也应该有一个 做到心中有数吧 边写边想 边写边想 点放哪儿 便放哪儿 那不行 就是那眼一看这个纸 比如说我们 现在看这张纸上这个歌 马上就知道 这个字的嫖在哪儿 那到什么地方 这口字在哪儿 是这个横竖之间关系 是怎么个百里 提前心里有数 甚至于 像我们写字的时候 就好像感觉 这纸上 就有了这个字的形状 我们在哪儿 比冲它 描述它一样 就是那样 做到胸中有数 一般的人 拿几笔了之后 写不好字 就不知道这下笔怎么办 一下笔就茫然 这时候就是很生疏 欠缺基本功 基本功好的 拿几笔之后 根本不下思索 就顺笔往下溜 这就是一个公义问题 看来这个竹笔 在整个字当中 起到了一个骨架的作用 对对对 我们再介绍几个 这方面的竹笔作用 大家了解 更多一些的 比如心字 心字这一笔 这是竹笔 这是竹笔 那您说了一个心字 那壁字 我们讲到那个壁字 是不是就品 那一笔就是竹笔 不行 壁字仍然是 这也是这笔 所以主 还是这笔 看 镜头都在它这 还是在它这 这个壁字 比如说 有些个横折的笔当中 比如说木字 就力量都在这 在这种地方 这应该属于是竹笔 在竹笔 在竹笔当中 就是我们也曾经下导的介绍过 比如说 这个 我们说的 这个趋字 它的竹笔 应该是这个 竹笔 这一下 这个力度在这里 这是我们讲的一些个 关于这个竹笔方面的东西 那您谈那个这个中笔 具体在字当中 又起不大作用了 这个中笔呢 就是我们现在学一下 中就是这个时中的中 最终在这里当个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叫中笔 中笔是个什么意义 就是告诉大家 中笔也必须力度很强 因为最后一笔 如同我们说话一样 我们说话的逻辑重音啊 有时候常常就在最后 把它说清楚 甚至于无管 是不是个逻辑重音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最后一个字都要说清楚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百货公司 我们有可能说得太快了 把货子落掉了 或者是把它一带而过 百公司 这样 没听到货子就过来 但你当然知道是这个地方 但如果把最后一个私就忘掉了 或者是把它说得很轻 那就不可以 百货公司 这就听不出是什么单位了 那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写字当中的最后一笔 努必要交代清楚 而且要具备相当的力度 这是中笔的意义 再有一点就是说中笔 有可能是主笔 它既是主笔 也是中笔 那么在这时候 常见的字当中有哪些呢 我们决力说 所以树笔来讲 它又是中笔 又是主笔 女字 女字立衡 又是主笔 也是中笔 最后的意义 所以在写字当中 遇到既是中笔 又是主笔的时候 当然力度 必须要加强 这个大家不能理解 往往它不是主笔 比如说写个才字 就是人才 这个才字 这一树笔是中笔 这笔是中笔 是最后一笔 但这笔的力量 一定要保持很重 另外我们呢 向大家再说一下 这个才字呢 在欧体当中写的时候呢 或者其他的书体当中 经常把才字笔篇 写过中间这一树 超过它 以表示 更是加强它的力度 这都是在向大家 说明了中笔的意义 所以这笔是很中的 这一篇呢 就写到这边来 经常见这么写 古贝帖 不发见的这种写法 就说这个笔的话 一定要有力度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材字 包括一个小点 最后只是一个点 只经常见的那种字 也要非常有力度 比如说写个大小的小 最后就这个点 这个点 一定要有力量 写一个不字 不字的这个最后的一点 往往更长一点 这样 这是个中笔 中笔当然是一个数笔 但是中笔这笔 也不可轻 比如说写 免而好学 不齿下温 写这么几个字 看一看他这个 这主笔是在什么地方 显然最后的那笔是朱笔 你看这一笔 写名字是注意 要把它藏到上面去 不要把它写到下边来 写到下边来 就是这个和左边的这个 这个美字的下部分 要打 要互相干扰 所以欧阳勋在写这种字的时候 比如说写魏正的针 成人的成字等等 都是把这笔写短了 写上不来 把那笔直接拉出来 这就是说 亲笔之间的一种感觉 把最后这个笔 要写得很成功 要挑起来整个圈字 这是个名字 看这是主笔 写儿 好学 这是主笔 子字的最后的笔 是中笔 因为很有力量 鞋子 不要看这里的非常宽放 这笔很大 这不是主笔 主笔仍然是紫字的这笔 是一种旋 是一种旋律的字 是一种旋律的字 仍然好学 不齿下妄的笔子 应该是折数笔 诸笔 最后 中笔 十字 注意笔顺 耳字旁 应该先这样写 然后 在书法班中 经常见有这样写 这个痴字 右边不写个纸字 而写个心字 那么 原来是心字的这笔是主笔 它就起着这种作用 下妄的下字 数笔是主笔 点是中笔 问字 这个不是主笔 这是中笔 这个下方口字 最后里方是中笔 所以把这些字呢 它的主要关系 把它明白了 你写字的时候 心里就有了 有谱了 知道每一笔是主要的 就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后的结构当中 也要讲这个问题 结构当中要突出哪一部分 要收缩哪一部分 这就是说 放哪些个 收哪些个 这要弄清楚 那么在结构当中 要弄明白 哪一个笔画是主要的 哪一个笔画是次了的 把它弄清楚了 但所谓次了的 并不是说 一代而过 不成心乱的写好 或者写得很粗糙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在主要笔画当中 它占有的位置 和付出的那种努力 当然是比一般次要笔画 那您在前面提到这个 读体字的时候 我们讲读体字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在我们临帖的时候呢 好多读体字 后来变成了一些 乒乓步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变形 下一讲呢 希望您能把这个 乒乓步手 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吗 我们可以把篇章步手呢 与那些个文字的关系 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篇章步手呢 应该说 它是结构当中的重要部分 它是组合当中的 常见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能注意